这个是 Sajara from 5 的topic 9.5 OK 9.5啊 就是 Shabaran Ukugan Dassalo OK So before 老师讲解 这个topic OK 老师先打个广告 啊 So 各位同学 啊 如果你们有兴趣 要找 习的话 无论是书 无论是科学 还是Sajara 好 好 我们都可以啊 PM我了 OK 通过这个 Facebook 来PM老师 当然 啊 如果你们要like我的这个page 啊 帮我share也是可以啦 OK 好 谢谢同学们啊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topic OK So这个是讲到 Malaysia呢 是如何 加强这个Dassalo OK 啊 如何 克服那些挑战的 OK 啊 就马来西亚在做这个外交政策的时候 有遇到了什么挑战 OK 啊 所以讲上 马来西亚的Dassalo 啊 就在197年正式进入 Fasabaru 啊 新的一个 一个政策啦 OK 啊 So 这边呢 这边呢 就讲到了啊 马来西亚会面临着什么后果 什么挑战 什么挑战 第一个是挑战 国际上的挑战 马来西亚要记得 马来西亚所实行的 达萨本普查利 什么是达萨本普查利 就是 马来西亚会跟其他所有的国家 都有很好的关系 就是没有理他那个国家 是民主国家 还是工厂国家 都没有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跟一个 原本是没有外交的 一个国家就是 中国是Negara China 当时中国是共产党 所以呢 原本是没有跟中国有外交关系的 在1974年 顿阿都拉萨就访问中国了 正是跟中国有外交关系了 顿阿都拉萨其实就是 约阿都拉萨跟中国的主席 周恩来 来访问 还有呢 还有呢就是这个 Chabaran Politik Serantau OK 啊 Serantau就是 比较靠近的地方 比较靠近的地方 也是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 是 本阿弦的共产党在印度中国 OK 当时在印度中国发生了 这个 共产党的 那个势力太过严重 啊 印度中国是在哪里的 其实就是在那个 柬埔寨在啊 辽国那一带 越南那一带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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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问题呢 就是当时候 很多越南很多难民啊 逃向东南亚国 东南亚父亲的国家 所以呢 当时候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啦 OK 啊 其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越南的难民呢 因为当时候 美国他 逃向东南了 OK 所以呢 就造成当时候很多 这些难民了 然后呢 在1976年 马来西亚呢 也进行了这个 护士兰门要共 西党和护士党 和巴黎 OK 在印尼的巴黎岛 举行啊 这个 东盟峰会 OK 本兵场本欧拉干 印度中国 射大巴萨 阿达班 燃到阿西亚的巴黎 OK 就是 讨论一下当时候 在印度中国 发生的这些 啊 他们的那个 证据啊 很乱啊 然后 要如何解决 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啦 好 OK 下一个挑战呢 是这个啦 阿达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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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安全 跟防守的这个挑战 OK 啊 啊 所以当时呢 马来西亚有一个 叫做阿达班 啦 他是一个 阿达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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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OK 在1971年正式的 啊 结束这个 阿达了 OK 这个协议 好 上来看看啊 啊 阿达班 这个 之后,我们就签了一个新的防守协议 也就是五个国家进行这个协议 这五个国家包含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在1971年的4月15号到16号 这个产生对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处呢? 马来西亚可以将来与法庭的技术的技术 通过FDM,我们可以得到技术性的训练 来加强国家的防守和安全 然后,马来西亚会将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合作来加强这个防卫 还有,科斯玛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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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所以,东南亚的国家所有的国防部长都会开会来讨论这个合作 还有,马来西亚就跟马来西亚有很多恐怖分子的问题 所以,当时马来西亚有跟泰国一起签署一个普加价来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这个就是CHABARAN 科斯玛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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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也是要怎么解决这个经济上的问题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很多那种先进国家,大国,他们的dominasi,就是他们是很壮断了 整个行业,他们自己喜欢就能够控制那个价格,好像那些锡矿啊,葛达,香蕉啊,油啊,天然气啊,这些价格都是被那些先进国家控制住,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是很吃亏的,因为马来西亚是有出口这些物品的嘛 所以马来西亚是有参加这些国际的团体啦,就希望可以发表多一些自己的意见啦,OK? 所以马来西亚就希望这些价格啦,OK?能够很好的被这个organization来控制啦,OK? 以便呢,让马来西亚可以得到这个油跟气,然后天然气的这些发修啦,OK?这些是B1 实际上,马来西亚本土部跟Petronas,马来西亚也成立了这个Petronas啦,相信同学们都懂我什么是Petronas啊,就是国油啦,在1974年成立,为了呢? 发展这个Satominyak,Dankias Nagara啦,然后发展国家的这个汽油领域跟天然气领域啦,OK? 所以这个Petronas是很重要的,对吗? 因为Petronas它给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给我们国家的人民,然后也让我们国家的那个油,可以卖到去全世界更加多的国家啦,OK? 发展我们国家的这个油,还有呢,最后呢,这边就是有总结啦, OK?啊,马来西亚呢,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Belalui, in-takan, di-ja,OK? 通过很聪明的这个手法,行动,啊,但阿庸呀,Mbawa,wanfaat,yambresa,wanadara, 最后呢,就可以给国家带来一个大的好处啦,一处这样,所以同样这种答案呢,都是在Kpati被问的啦,比如说Kpati被问啦,马来西亚是怎样来,呃,克服这些挑战,啊,所以你可以讲呢, 啊,当时的领袖啊,toko-toko,啊,马来西亚,啊,menangganichabara 以及, 然后呢,除了讲领袖之外,OK?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我们也应该要, 怎样讲呢?就是,啊,对我们国家领袖的这个精灵啊,要很,呃,崇拜啦,OK?啊, 我们也要,怎样讲呢?就是,啊,对我们国家领袖的这个精灵啊,要很,呃,崇拜啦,OK?啊, 就算我们要很支持我们国家的领袖就对了啦,OK?啊,所以呢,这几个呢,都是Kpati,啊,OK? 第一个呢,是有讲到是,啊,Kpati的这个政治挑战, 然后呢,是,啊,呃,politics run,到chamaran,OK?就是我们, 国家,附近国家的一些政治,啊,动荡的挑战,然后呢,就是国家安全跟防卫的挑战, 最后呢,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啦,OK?这四个就是最主要的挑战啦,OK?啊, 啊,so,同学们,你们只需要知道马来西亚是怎样,啊,克服这些挑战就对了啦,OK?好, 这些其实都很常会在AXA提问啦,OK?所以你们要先试,OK? 其实基本上这一刻啊,DUPS什么就烂啦,OK? 这个,呃,在考试什么的,OK?尤其是AXA提问, 好,我们再看多一个啦,就是这个啦,OK? OK? Chapter 9.6,啊, Malaysia,Dala,Persatuan,Dara,Begara,Asia,Dara,Asien, OK?这个就是东蒙拉,OK?啊,这一个, 这个,Persatuan啊,里面呢,都是东南亚国家参与的啦,OK?啊, 这个叫做东蒙峰会,OK?啊,东蒙国,啊, 啊,so,OK? Or hayal的,Malaysia呢,很投入到那些中国的辅 aud会。 对于我们林波附近啊,Malaysia都是很关注的啦, OK?也是要确保,啊,我们跟林波的关系要很好。 曼西安都希望我们跟我们的 ling� 也许我们在叫做国养活 是一个安心的状态 它们就像我们的前代 是一个安全的状态 可以 现在所以我们也许会 而在这种方式 我们的灵光 啊 Tro feito 这种方式 的人会 因为是 獨家的 再说 我们的灵光 如果他们的安全不稳定的话,我们马来西亚的安全也是不能够被保障的 例如,如果今天泰国发生战争,印尼打内战的话,我们马来西亚也是不能够自身其外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在我们的比方 所以马来西亚因为很关注周围国家的问题,所以让马来西亚可以成为东盟的成员 这些可以给予好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 其实这些都是讲这三个角色,经济、社会和政治 第一个就讲到了本地巴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什么贡献、什么参与 其实这个ASEAN,它不叫ASEAN,它叫ASA,叫ASA 最早期是在1961年,当时只有三个国家加入,特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然后在1963年的时候,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签了一个协议 这个我们在第六课是有学过的 第六课还是第五课有学过的 这个主要就是要确保马来西亚的安全 因为当时马来西亚当成立的时候 印尼、菲律宾都有做反抗、对抗 所以他们就要签这个合约,希望这两个国家不会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 不过到最后呢,马来西亚也是贡献 所以我们就要签这个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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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1967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这个合约 当时这个合约呢,只有五个国家产域罢了 分别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布拉、菲律宾和泰国 然后过后呢,才加入了另外五个新的成员 分别是布鲁奈、美亚马、拉欧、坚波加、还有迪亚奈 所以到最后呢,就有十个成员了 把他还有一个圈还没有讲进去 就是Tmoleste 东地文 那个是最词加入的 这本土巴、阿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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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Axion 的成立呢,可以被视为是 马来西亚一个辉煌的一个外交政策 因为这个东盟的成立,马来西亚也是有贡献的 所以第一个就讲到的是Jok Fund 什么是Jok Fund呢? 就是Jun Amand Debas & Perchalli 这个主要是讲到经济的 这个Jok Fund是在1971年 在KL所公布出来的 这些Klassik应用本家的项目本定 可以公布看外来马来西亚、阿西亚 这个是由马来西亚提出来的 这个Jok Fund的方案 这样行为主要看外交通 C balance和阿西亚,调 market 也能够看外交通 在美国的波士长,美国,成份,美国,县坡,乃宾的中美国 所以马来西亚也成为了把Axion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对外面的国家进行一些联系 进行承认那本印记的法案 比如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让更多的大国人能够认识我们这个东南亚的国家 除了做饭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了 本业勒塞亚军事件 这个ASEAN也是有极力的去解决我们周围东南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当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发生在这个印度中国 在辽国柬埔寨那里 尤其是越南跟柬埔寨 因为了本业勒塞亚军事件 他们担心这两个国家他们打仗会影响到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和稳定 因为当时候柬埔寨跟越南是有打来打去的 为什么柬埔寨和越南打来打去呢 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侵犯还有这个 就是那种难民的 马来西亚军事件 马来西亚军事件 在当时也有请求其他的大国不要插手在越南的问题 到最后柬埔寨的问题呢 在1993年正式被解决了 通过这个选举 还有呢 马来西亚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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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经济上的合作 所以马来西亚军事件 有什么经济上的合作呢 比如说 在1978年有这个 AIP 就是讲到关于工业的啦 这个呢 主要是 Ba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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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忙 出口 印尼跟马来西亚的 这个Bajaya 这个肥料 然后呢 还有就是 Bajaya Fosfat Cuprum Filipina Serta Bajaya Filipina 发明的这个Bajaya Fosfat Cuprum 也是成功出口 还有也成功 创造出这个 Servok Soda 在泰国 OK Servok Soda 应该就是这个 Suta OK 所以 只要能够帮忙 出口东南亚的 这些产品的话 我们东南亚的国家 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 OK Potency Protagangan Andara Negara Asean Presa Malaysia Mempromosy 单本 Yokong Concept Intergracy Economy Asean OK 啊 就是 这种贸易啊 的 Potency 潜能 在东南亚国家之间 啊 就使得 Mempromosy 推销 然后也支持这个 Asean Economy 东南亚经济的一个 交流 Asea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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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候我们也有 好像提出 发明一个 Asean 用的钱币 只是 东南亚国家用的钱币 以便可以推广 这个东南亚的市场 OK 到最后应该都是没有的 没有实行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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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为了 提升这个贸易 活动 啊 当时候呢 啊 啊 啊 也进行了这个 啊 啊 就是呢 要提升我们的贸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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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减掉那个 啊 啊 啊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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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减少这个 货物的税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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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啊 啊 就 进 提供了 多的这个 税务上的折扣 啊 因为如果你税务折扣的话 可以让更加多的国家啊 还我们国家啊 啊 出口那些货品啊 OK 啊 然后就是 Cuture Summer Social OK 啊 就是社会上的一些 合作 比如说 第一个是这个 CMIL OK 讲到的是 Education 跟这个 教育有关系的 啊 它是叫做 Protubohan Ment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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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东南亚国家所有的 教育部长 啊 一起来 啊 开会啦 啊 就是什么 什么比较要 berkaitan 跟 OK 广教教育 啊 啊 学生交流 啊 还有 Protubohan Pusat Serantau Protubohan The Reg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Insights and Mathematics OK REST 所以这个峰会呢 带了很多 教育上的很多 比如说 啊 交换学生 啊 就好像 Valitia的大学生 派去 啊 印尼 然后印尼的大学生也派来Valitia 互相做交流 啊 然后呢也成功成立了这个 啊 学习的一个中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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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发展这个Science 跟Mathemetic 啦 OK 啊 这是在槟城那边成立的一个教育 Center 还有什么呢 啊 啊 文化上也有 我做啊 那就是 什么的 啊 这就是 logged 啊 Baduan 那就是 东南亚运动的啦 只是让东南亚国家进而参与bala 啊 所以呢 啊 这个 lidera 啊 我觉得也是只有几个 häufig吧 主要是讲到做饭,解决到我们邻国附近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在经济方面怎样合作。 这边有很多个方案,如果你们背不完,你们不用背完了, 你们背两个到三个点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社会上的合作, 比如说教育上的合作,还有文化上的合作。 所以到最后呢,他这边就有讲到, 社会本土部汉的阿西亚国附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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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附近。 在支援社会上的养萨营,奔定迪然到阿西亚等级。 马来西亚参与这个阿西亚, 一开始马来西亚也有份成立的阿西亚, 让阿西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团体, 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看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团体这个协会。 马来西亚也是很努力在这个阿西亚。 马来西亚在这个世界也很努力, 显示着我们很注重这个附近这个地区的友好关系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来让我们的国家都持续的进步跟繁荣 所以老师先讲到这边先 我们下一堂会讲到的就是这个 我们下堂课再见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个视频有帮到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按like然后也分享 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的学生 当然如果你们需要补习的话也是可以来找老师 See you on next video 拜拜